不講什麼看就被點名說520可能不留任 說您不符合美方對於兩岸戰爭的思維 我不符合的很多啊 也不符合你們的希望啊 這個特務特任官沒有什麼事情的選擇 也沒 做一天就要好好做一天嘛 有關這個週刊爆料就是這個謝近華的這個爭議啦 聽說這個馬尾妹是這個國防 就是軍官這邊的人 然後還用假名寫了一份聲援書 目前這個國安局是說沒有包庇 但國防部這邊有針對這個女官進行程序嗎 我們並沒有什麼包庇的問題 我們也同樣沒有包庇 事業事件其實發生以後 對於個人對他家庭都蠻大一個灼傷的 所以我們有出面調查出去了解 但沒有好像講說要透過很多管道要發布我們的 我們看他假如說有被怎麼樣欺負的話 那我們當然幫他發聲 但到目前為止一些運作都在算正常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照顧官兵的這個立場 來幫他解決 如果他覺得哪邊有委屈的話 我也幫他來處理 可是目前為止 他也是已婚 那這樣子會不會傷害到國軍 所以我剛才講說對不對 不光是國軍的形象啦 對他家庭對他個人都是一個所傷 對我們沒有在加油添出 你既然發生這個問題就妥為處理 家庭問題要真的要好好考慮 目前朝這一方面去走呢 國安的這些 嗯 對傳出 原本一開始也是跟民人的一些新聞動作 但後面證實的那個人也是 會不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好像廢棄的地方 出了這麼多事到現在才可以解決 呃他非常的離譜喔 那這次國安局的整個處理呢 呃也是處理的很差勁喔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這個細節 那我們先從這一名 呃這個謝安華 還是姓謝嗎 對不起 謝敬華 來呃跟大家說明喔 這個謝敬華呢 他過去喔就 呃這個進有幾起不良事件 包含是在這個私閻案裡面 那他的角色 還有包含是有人去幫他修改體測 然後呢他也都沒有過去 沒有被做太大的處分 那甚至呢他跟賴清德之間的這個關係 那也被大家質疑跟猜測 是不是因為有後面有人替他做後盾 才可以一直這樣子順風順水 那這一次呢 捲入這樣子的一個軍紀事件 在呃大庭廣眾之下喔 跟一名女性拉拉扯扯的喔 甚至很多人當時就懷疑說 這個有沒有騷擾的問題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呢 有向國安局去詢問 因為我自己有看到這個 爆料裡面沒有馬賽克的這個影片 那其實女生的臉是很清楚的 那當下呢我們就看了他整個的服裝造型跟裝扮喔 就有質疑說 欸這個是不是其實也是屬於國軍 那第一時間問了國安局 國安局說不是國安局的人 我就有進一步的請他們去調查說那你們可能還是要從整個國軍體系裡面去調查 因為我感覺喔他看起來是有一點像是國軍 可能不是國安局裡面的人員 但國防部喔或是其他相關的單位有軍人的單位建議都要詳加調查 那他們呢在2月6號的時候喔告訴我說 好在2月6號的時候回覆說呢這個女性呢是本國籍任職於純民間企業 他們透過電話跟我們辦公室聯繫的時候說這個女生她是在民間企業裡面任職而且沒有業務往來 單純是私人聚會一直到了昨天的下午喔那才緊急的跑過來報告 那報告內容就是說呢這個謝先生喔那他被太除 那他太除的理由呢也不光只是因為他在街邊上面所發生的這個事情 那更實際的是因為他在事發之後接受調查仍然有說謊 他是因為說謊的關係所以最後才被寄這樣子的過跟要求太除的 所以呢他們當時昨天的說法是呢國安局說他被兩大過太除是因為他說謊 經過調查被發現那今天才要送報告過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沒有媒體調查出來這個女性的身份 然後呢這個謝少將他就要直接隻手遮貼用說謊的方式去隱瞞嗎 我想呢這名女性他的身份不是真的這麼樣的重點啦 那女性他當然有自己交往男性朋友的相關權利 可是當少將他已經開始被調查之後是不是就應該對國安局的調查據實已告呢 如果他所有的資訊都能夠據實已告不要用騙的那或許今天的懲處不會這麼嚴重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人喔他是一片再騙過去體測的時候用騙的 然後呢施焉案某種程度這也是用騙的 到了今天他被爆料出來在街上跟女性有不當的行為的時候 他接受調查大可以把整個事情河盤拖出 我相信國安局的人員高層他們在整個考核的過程當中 也會按照事實來做評斷他沒有想到他是用說謊的態度跟方式來面對這件事情 那所以他在最後事情整個背後出來以後才會被兩大過泰除 那當然他這樣的做法也變成是國安局在向我們立法委員做說明的時候 某種程度變成了或許不是惡意的欺騙 但是也變成了說出了不是事實的話那也誤導了我們整個在監督或是問政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的國安局或許他們並不是故意的 2月6號來告訴我們說這個女生任職於民間單位的時候 或許也是這個女生他自己說的 但是呢這也代表了我們在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喔對於一個事情然後已經鬧上新聞這麼大版面 因為自己人的調查竟然可以調查的如此不清不楚 親信國安局被調查者的謊言 然後就順著他的謊言呢就自己被誤導了方向 那所以我覺得國安局在整個調查過程當中是不是不夠缺密呢 是不是不應該這麼容易就被欺騙呢 我就講了當時在2月初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女生他包含他的穿著打扮 我當下就認定說他非常有可能是國軍 只是不一定是國安局的內部人員 所以我是有特別提醒過國安局 那個女生的身份你可能要朝著國防部裡面 是不是有這個女性擔任國防部的某一個職員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去做調查 我有提醒國安局 但是國安局當下就直接簡單的調查之後 然後告訴我說沒有他是任職於民間企業的 結果搞了半天現在從2月6號改到現在3月6號一個月了 好現在3月5號一個月了發現 當時我們所從照片看到的質疑的方向 調查的方向才是正確的 反而是整個國安局被他牽著鼻子走 好我覺得以國安局的調查能力來說 真的不應該這麼的粗糙 不應該這麼的差勁 不應該在調查的過程 反而被調查的對象牽著鼻子走被誤導 那甚至呢方向上面一度可能是錯誤的 好我覺得這個國安局可能自己也要再檢討一下 這次也因為新科的委員不管藍綠都比較多 所以大家其實對各種事務 其實不只是這個對外的協會聯誼會啦 包含是像是提案啊 很多這個諮詢啊等等的 大家都很積極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 那越多人來參與國會外交 那在這個場域裡面競爭自己的聲音能夠被聽到 這本來就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倒是我們要特別談一下這個台灣民主基金會 我覺得比較令人質疑的是為什麼吳思瑤 民進黨的吳思瑤會突然講說 民主基金會的這個執行長要由總統來做任命 那難道是為了希望去掩蓋過去民主基金會 他接受民進黨申請很多的補助嗎 像先前王宏偉委員有公佈了一份清單 裡面是民進黨過去跟民主基金會申請補助的內容 我想政黨本來就可以申請補助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你申請補助之後 應該要用在對外關係的經營上面 對外關係的活動上面 這個才是本來他的規定上面所允許的 但我深入去調查之後 我發現有幾場民進黨所申請 向民主基金會申請的活動 竟然是被拿去作為選舉之用 變成是賴清德選舉的時候 由民主基金會幫忙買單 這樣就非常不行了 好像其中幾場活動呢 如果大家搜尋的話會看到 我們的包含媒體記者 當時都是以這是一場賴清的競選活動 為由去做的相關的報導 跟相關的這個陳述 那但是他的經費來源 竟然是台灣民主基金會 所以我想呢 這些事情是未來我們要更積極的 尤其這個經費是由外交部 每年的來提供補助 那未來我們在審查上面 只會更嚴格 我們都希望 不分政黨來申請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補助 是真的能夠拿去作為對外關係的發聲上面 而不是拿來自己政黨變成是自己的小金庫 甚至變成選舉的用途 民主基金會好像傳出綠銀子在卡韓國瑜來出任董事長 那當然藍營這邊還有挖珠 好像這個民主基金會變成綠而有的小金庫 沒有這本來就這樣 民進黨他追著就給他吃了 比較有可能生日要放他太過分 他們看到錢眼睛就開了 大錢小錢通通要 但是對於民主的運作 我想假如他們真的願意這麼做 而且敢這麼做 那恐怕民進黨立法院的同仁 也未必全部都會贊成這樣的作為 所以試試看嘛 如果願意這麼惡搞 那到時候我們可能也有很多方式 你也可以全面杯葛 甚至你國家推動的一些建設 你也未必能進得了立法院的程序 所以這個很多手段可以用 但是我想民進黨的高層應該很清楚 如果這麼做的話 我想後座力不小 沒有必要 就是有慣例 那也有過去一路走來都是這樣 那何必呢 對不對 謝謝大家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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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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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民主基金會 他的補助的對象 標準應該攤在陽光下接受幾面 對 因為前兩天民進黨的立委 竟然還開記者會 然後好像在質疑韓國瑜 如果他未來可不可以當董事長的事情 那這都是非常離譜的 因為依照慣例 那麼民主基金會 他的董事長 就應該是現任的國會的院長 那韓國瑜現在已經 2月1號已經是立法院的院長 那你如果翻開過去他們交接的一些歷程 包含過去的蘇嘉全 或者是後來的尤錫坤 大概都在3月他就順利的去接任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詢問外交部 外交部竟然告訴我們說還有政黨沒有交這些政黨代表的名單 所以呢 什麼時候交接的時間也沒有辦法確定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未來過去都是有利可循的 所以韓國瑜應該也是比照過去的蘇嘉全跟尤錫坤 應該在3月他就應該可以順利的去接任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才對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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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科目!